不要以为看上市公司的CEO他有多风光 他曾经在北京住过二十多个地方 有十几个地方 近日 傅首尔贾乃亮与去店玉制菜合作一事引发争议 继傅首尔发表致歉声明后 明星贾乃亮也发表了致歉声明 表示没有调查清楚品牌前身的经历 是疏忽大意了 发现问题后 第一时间双方已经解约 也没有后续的任何合作 之前在去店直播时 贾乃亮就曾说去店直播像回家一样 现场还大肆地心疼起罗敏 贾乃亮说 大家不要以为上市公司CEO他有多风光 他曾在北京住过十几个地下室 这几句话被网友评价为感人肺腑 就差两人当场结败了 去店的罗敏因为校园代发家 坑了不少的大学生 随着政策收紧 他不得不放弃校园代业务转向如今的宝妈等弱势群体 这人实在是烂透了 现在贾乃亮戏也不怎么演了 主要靠综艺和直播带货混个脸熟 今年四月份就因为关联公司偷税漏税被爆 而迅速发表致歉声明 如今受舆情影响再次致歉 也只是为了以后能挣更多的钱 因为李小璐出轨积累的同情口碑也已经当然无存 明星挣钱本来就容易 如今还要割穷人的韭菜实在是没底线 你觉得贾乃亮应该被封杀吗 欢迎留言讨论